慢慢来哦 把它给稳住 哇 性格这么暴躁的 像张跳一样 如与我力气像张跳一样 大家好 我是小张跳 塞结干哦 2米6 甩路呀正好 不长也不短 五千的房车人 出发楼 到了哦 试一下 试一下 第一竿 哇 哇 哈哈哈哈 大鲈鱼大鲈鱼哦 把它捞出来 把它捞出来 慢慢来不急 很大很大很大 很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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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然 啊 哇 哇 10多斤 10多斤 不能让它洗晒 一洗晒就完蛋 一洗一洗还没还没搞光 这一下肯定是劲上了哟 哇 千万不能用手去拿 上次一个朋友在我船上钓鱼 熟仔盆 钩子直接扎穿了 现在这个鲁鱼力气都很大的 十一二斤这条 这条十一二斤还不错的 十一二斤还要大 最起码十二三斤 这条肥 分量 分量感觉的出来的 有没有第二条呢 好的没了 一般我这个扔过去很准的 到位的一干就中余 像刚才开到一干 第一干 没有了 蘸水也没有用了 它这个潮水就位的就这么一条 哎呦来了 哇 我感觉是条小张跳了 不知道感觉准不准 三斤左右的小张跳 哎呀 我靠嘴巴上吃了一点点 所以 应该让它 多高几下 多高几下 哎呦 又中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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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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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家伙了 这么小的 一定要把它拉出来 一定要把它拉出来 拉不出来 就来带 那边有块碍胶很浅的 一定要把它拉出来 哇 又是米极型了 又是米极型 又是米极型 慢慢来哦 把它给稳住 哇 性格这么暴躁的 像张跳一样 又是米极型 像张跳一样 我靠这架超王 王太窄了 这个操王自己定做的还不够大 差点跑掉 马头上人家看见我了 这个操王他说操什么去的 这么大 我说操鲁鱼 他说有这么大鲁鱼吗 这么大鲁鱼都这么难操了 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 我这只手双筋还没好 操筋的一瞬间不能这么提起来 只能要拖过来 拖过来的话 这个操王没提出水 很容易跑的 试一下没有钩子到 就有一个三毛钩试一下 以前们一下子 就提起来的 现在这个手还没好 不能这么提 跟张跳不一样 张跳它有持久力 张跳有持久力和瞬间爆发力 鲁鱼还行 就跟它拼了几下之后 它就会上来 以前我钓过最大的张跳 三十六斤 三十六斤的话 拿了我整整记得的 拿了二十五分钟 矿泉水喝了两瓶 红牛喝了两罐 那个时候没有自媒体 过了就过了 没有记录下来 太遗憾了 又来了又来了 也是大家估计 哇 这条还好 这条没有十多斤的 六七斤了 哇 哎呀妈呀 看你就跳上帅里 吓死 这么点大的鲁鱼 力气光有这么大 划塞试一下 中了 到划塞一条 一斤一斤 一斤走一斤走 又是打划塞 又是打划塞 兩條了 这个划塞漂亮 回家的 回家的 今天 装条又没划到 又划了几条鱸鱼了 鱸鱼还挺大 划了四条鱸鱼 两条黄塞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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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休息了 明天哦 还要划塞一下 放生了 放生了 停 走 到鱼了 到鱼了 小休息 明天休息 在那里 几乎 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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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了哦 鱼蹭一下鱼蹭一下 这条最大的13斤啊 13斤6两 这条应该11斤 11斤到12斤 好也有12斤8两了 也是13斤了 这两条鱼屁 两条鱼26斤 这个鱼是大的 4条鲁鱼35斤 一条张跳跑掉了 又是跑了 张跳又是跑了 每天跑了 最近有毒了 哈哈哈哈 哎呀 两条防山 二斤一两 两斤一两 这么大的鲁鱼 箱子也装不下 哎呀 1700块钱 好像跟昨天一样嘛 哈哈哈哈 明天不去了哦 明天休息 已经连续掉了好几天了 再加上 店里面明天有点事情哦 休息几天 休息几天再出去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 我们下期见